政府明天发表的财政预算声明将专注在国家如何为后冠病时代做好准备 以携手开创前进路为主题的预算案将让国人对前程发展更有信心 财政部长黄勋彩在Facebook发贴文说 这是一份为新加坡人民家庭和下一代制定的预算案 将会说明我国如何更好的自我定位去迎接挑战和机会 并巩固我们的社会契约 这将是黄勋彩担任财长后发表的第一个财政预算案声明